妳到底想要問什麼 妳當初 是怎麼跟妳太太離婚的 妳說不對 妳才是我的太太 她就是前面 這不可以問錯 求生欲很強 妳到底是青菜茫茫的 那是真的太不知道 那 是不是想起以前的 中心真的鬆 那需要我家的錢嗎 我們就跟一般的人一樣 這位的時候感到不錯 時間一久 很早就走進婚姻 結婚之後沒幾年就有玉婷 我不是跟她說結婚就是這樣 賺錢 娶孩子 一天一天過就是一死人 想知道 一天過人都會越濕 後來我們想完我就不甘婚了 我不是一開始做生理的我賺錢 我先在慢慢做 慢慢衝 想我也這樣慢慢改善 不過她對物質生活的要求 比較高一點 這點跟我不甘婚 那時候 有幾個朋友去美國發展都不錯 還拿到綠卡 所以她有找我 做一個美國找個機會 我不同意 當時這件事我們開始有起舊 後來 家庭是過去了 時間一久不見面 就越來越無話說了 去美國發展這麼不好 那時候在台灣 我已經開始在做生理 現在換所在去美國 所有的主人人的 都會重新建立 我怎麼想都不對 而且我跟她去美國外面做什麼 有人幫忙生我 那不是我想要做的事 對 這樣 那不是因為妳有小生 她有小王 那應該是說每一個人生對 不一樣 我 我的信仰 我感覺 每一個人只要有 他想要做的事 他想想要用心做得好 我覺得他都很發展 如果說沒有這個信仰 去到人家的地方 也一樣是不太好 所以我認為說 不一定要去到美國 像妳現在的年輕人 不是經常來 想要適合出國去找機會 要是說 用打工來換第一桶金 所以妳現在可能 比較沒辦法理解 我一種生活 是沒辦法理解 聽起來有但我夠錢 但沒辦法理解 嗯 這堆代工 其實也沒辦法理解 因為實際上 我們就是差了要三十塊 對不對 我聽著 妳只有跟我們百五代工 只要把妳的工填起來 對不對